和我约好一起考清华的邻居家妹妹爱上了不学无数的富二代,我劝她坚持自己的梦想,她却说我是倒贴她的田狗,他们在大雨中接吻,在凌晨飙车,最终被学校开除,高中毕业后我考上心仪的学校,富二代被家里送出国念书,但她却后悔了,挺着大肚子问我,还愿不愿意继续爱她,凌晨。 文良逃课又被抓了,在办公室挨骂呢,这都是这个星期第三回了吧。 教室外路过的同学,趴在窗台上笑吟吟,同我说着八卦,我手中解着数学题的手一刻不停。 没有抬头,她既然做了,就要承担后果,同学吃笑了一声,大概是觉得没有意思,想当年你和温良两个人霸占了成绩排行榜的第一第二名。 青梅竹马都是学霸,简直是教科书一样的母版情侣,看看现在,真是时过境迁,我没有搭理她畅往而夸张的语气,写下星后一个结果之后,客桌被人敲响。 抬起头,敲响我客桌的女生撇了撇嘴,数学老师让你去一下办公室,应该是前段日子的竞赛出结果了。 我点了点头,合上了笔盖,离开之前扭头看向窗台上趴着的男生。 我和温良没有在一起过,是是是,没有没有,谁不知道她现在是商少爷的女朋友啊,人家就是命好喽,靠着一张脸, 下半辈子都不用愁了,哪像我们还得苦哈哈的读书,我要是个女人就好了,她的声音逐渐消失在了身后,推开办公室的大门,我第一眼看见的就是站在班主任桌前,听着训斥的温良。 记忆里,她的旗间短发已经养长,烫成了时髦的卷发,隐约露出来的小巧的耳垂上带着闪亮的钻石耳钉,听闻是商书臣送给她的礼物,温良是没有耳洞的。 为了这个礼物,特意去打了两个,她微皱着眉毛,眼神里没有半点知错的意思,看见我,刚刚还在叹气的班主任,立刻扬起了笑脸。 林琛啊,来找数学老师的,也许是听见了我的名字,温良偏过头来,我似乎已经很久没有看见她了,向来所面朝天的脸,如今被修饰得格外好看,青色的容貌被妆容掩盖,看上去竟然没了半分从前的模样。 我回过神,对诗班主任点了点头,是,中年女人笑着,眼尾的皱纹都洋溢着喜气,这次数学竞赛,你又是一等奖。 数学老师还不知道多开心呢,一路走来,稍稍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一等奖,虽然心中有着把握,但当结果出来的那一刻,我还是抑制不住的喜悦,太好了。 这样一来,距离我的目标学院,就更近了一步,我从温良的身边路过,闻到了她身上散发出来的甜腻的香水味道,没忍住,打了个喷嚏。 她那张如花一般的脸白了几分,过来凌晨,竞赛的奖状下来了,拿回家让你爸妈开心开心,数学老师合上了手中的水杯,将抽屉里的奖状拿出来递给了我,她收不住笑脸。 听着办公室内其他老师的夸赞声,我却忍不住将思绪飞向温良的身边,温良啊温良,你看看人家凌晨,再看看你,当初进学校的时候,你俩就差了一分的距离,高一高二两年,什么时候不是你追我赶的学习,你现在都成什么样子了? 高中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候,老师也是不愿意你留下遗憾啊,人家商书臣是什么家庭,你是什么家庭,他有后路,你有吗?你这是什么表情?你当年进学校的时候的梦想你忘了吗?你。 班主任的话没能说完,因为他口中那个有后路的商书臣,已经懒散地靠在了办公室的门口,老师,训完了吗? 我来找温良去吃中饭了,我回过头去,恰好看见温良笑着握住他手的那个瞬间,哎,温良这孩子将来一定会后悔的,连数学老师都忍不住摇着头叹息,会后悔吗?温良告诉我,他一定不会的。 我和温良是从小的交情,前后脚在医院出生,又住在隔壁,几乎形影不离,长大了些之后,两个人在学习上,你追我赶的成了习惯,追着赶着,变成了学校里数一数二的存在。 只是这一和二分别是谁,得看那次考试,我们的发挥水平,16岁那年,我和温良一起考入了这一所试重点高中,高一开学那年,他站在我的身边,风吹过他脖梗处的发丝,露出点点雪白的肌肤,他笑着,扭头看我,林琛,听说这所学校每年都有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 三年之后,我们也会在其中,对吗?我也笑着回望他,少女的眼神清澈而坦然,里面是一眼可见的野心与对未来的美好冲恨,当然,我原本以为,我们会和从前一样,你追我赶的进入梦想中的府邸。 直到高三开学,商淑辰转学来到了我们的班级里,商淑辰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有钱,生得好看,是众星捧月一般的存在,刚到学校,就引起了诸多女生的注意。 可他偏偏瞧上了温良,我是听见过他与朋友们的吹嘘的,他说,那些上赶着的女生没什么意思,就得是温良这样的乖乖女才好玩。 你们不觉得,一步步调教乖乖女很刺激吗?商淑辰说这话的时候,靠在自己的机车上抽着烟,身旁的其他人,哄笑着奉承他的英明神武,说实在的,一开始的时候。 我并没有将商淑辰的话放在心上,说我自负也好,一想天开也罢,我从不觉得温良会被这样除了钱和脸之外,一无所有的男人吸引,但很快,我就意识到自己错得有多么离谱。 当我看见商淑辰跨坐在温良前面的位置上,单手撑着自己脑袋散漫地抽起温良面前的卷子时,我下意识走上前去维护他。 商同学,你这样不好吧?商淑辰抬眼看向我,眼神里的轻蔑没有半分的掩饰。 怎么,学习委员连这种事情都要管吗?我张嘴还想要辩驳几句,温良却伸手拉住了我的衣角。 没事的凌晨,他可能只是有事情要找我,看向温良的那一刻,我没有漏掉他红透了的耳根,而接下去的一切,看起来是这样的水到渠成,仿佛所有校园文里的男女主,自由而热情的商淑辰,对从小循规蹈矩长大的温良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我亲眼看着温良一步步走入商淑辰设置好的陷阱里,所有的阻止都成为了他们眼中的笑话,而事态变得严重的巅峰,应该是商淑辰生日那天。 他的生日,已好于我们高三上学期的期末考试在同一天考试的当天。 我在与温良一起去学校的路上,便瞧见他魂不守舍的模样,可这段时间,他因为商淑辰已经很少与我说话,关心的话在我的嘴边辗转,到底还是没能问出口。 当我走出考场的那一刻,我才从同学的口中听说温良缺考了,第一场考试只进行到了一半,他就离开了考场,我不知道他去做了什么。 可当晚,我看见了商淑辰的朋友圈缺考了的温良去给他过生日了,朋友圈的照片里,他们二人站在城中最高的建筑上拥吻,背后是漫天的繁星,很浪漫。 可代价是,从来只出现在排行榜第二位的温良。 成为了年级的倒数,那一年的新年,我听到隔壁温叔叔家里不断传来争吵声,我坐在餐桌旁,坐立南安,母亲看出了我的心不在焉,主动提出让我去给温叔叔家送新年礼物,我朝着他感激地笑了笑,拿着礼盒便出了门, 温叔叔家的大门没有关紧,站在门口,我听到了温良歇斯底里的怒吼声,读书读书,除了读书,你还知道什么?你有关心过我吗?有爱护过我吗? 我妈去世之后,你有照顾过我哪怕一天吗?在你的眼里,我就是个除了读书一无是处的废物。 伤书臣不一样,至少他爱我。 大门被人从里面用力打开,我猝不及防对上了温良那张满是泪水的脸,我与他都是一愣,可温良很快反应了过来,推开我便大步朝着楼下跑去。 客厅里是一片狼藉,温叔叔颓废地坐在沙发上,像是苍老了许多,没有来得及更多的犹豫。 我放下手中的礼盒便顺着温良离开的方向追了出去,可我还是晚了,但愿楼下,温良已经上了伤书臣的车。 我只来得及看见,他坐在副驾驶座位上,搂着伤书臣的脖梗,亲上去的一幕,如坠冰窖,我想告诉他,不是的,温良,不是没有人爱你,温叔叔很爱他,非常,可父亲的爱藏得太好了。 也许正值青春时期的少女,很难感觉出来,但这份爱是真实存在的,是不容置疑的,看着伤书臣的车缓缓远去的时候,我在心中下定了决心,我想拉他一把,无论是否成功,至少,不能看着温良越走越远,我也是这样做的。 虽然一整个寒假的时间,我都没能见到温良几次,可我坚持不懈地给他发着消息。 我想让温良知道,除了伤书臣,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在对他好,但温良没有回复我,直到高三下,开学的那一天,我在学校的公告栏上,看见了我给温良发去的所有消息的截图, 他被伤书臣搂着腰站在一旁,冷眼旁观着同学们对我的议论纷纷,已经逐渐转暖的天气,此刻仍旧让我觉得冰冷彻骨。 林琛,虽然我知道我家温良长得漂亮,但你也不用上杆着倒贴吧,没有人告诉过你,有男朋友的人不能动吗? 伤书臣的语气里满是冷嘲热讽,可我并不在乎他所说的话。 我只是注视着面前的温良,一个寒假的时间,他变了很多,下巴变得更尖了,原本的黑矿眼镜也消失不见,看向我的眼神,再没有从前的光芒。 温良,你也这样觉得吗?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是温顺地靠在伤书臣的手臂上。 温良,你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获得爱,伤书臣给你的爱真的是你想要的吗? 就算没有他,温叔叔和我,还有我的父母,我们都很爱你,我们都希望你可以过得很好。 我他妈人还在呢,你当我死了吗?我的话还没说完。 伤书臣就已经一把甩开了温良冲上来,抓住了我的衣领,他的神情愤怒,像是下一秒就要握紧拳头打在我的脸上,可我只是默然地看着他,轻声问道, 伤书臣,你敢说你对温良就是真的喜欢吗?如果是真的喜欢,你就应该让温良走向更好的未来,而不是拽着他一路往下。 伤书臣听了我的话,却像是听见了如何好笑的事情,他松开了手,没有回头。 温良,我是在拽着你往下走吗?不是,林琛,你不要自以为很了解我,温良的声音从伤书臣的身后转来。 冷淡而无情,林琛,我喜欢他,我愿意和他在一起,和你有什么关系吗?我喜欢现在的生活,喜欢每天都是不一样的颜色,难不成要和你一样, 在自己最好的年纪里,活得像是一个老头,才叫不辜负吗?你把自己活得这么无趣就算了,为什么还要拉上我?我不敢置信地看着温良,他的声音如此的坦然,就好像如今他所说的一切,才是他内心所想的实话。 原来,他一直都是这样想我的,那你曾经的梦想呢,你也不要了吗?我已经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再一次开口的了。 只是听到自己的声音从远方响起,温良走上前来,握住了伤书臣的手,看着他,眼神里带着痴迷,我有他,就足够了。 直到人群散去,我站在原地看着温良的背影,许久,转过身,走向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自那之后,我没有再顾问过与温良有关的任何事情,也没有再看过一次他的城,记。 如果这是温良想要的,那他确实应该一往无前。 爱林琛,我听说温良和伤书臣又在闹分手了,同桌用手肘撞了撞我,没有一点声音,只剩下笔尖和纸张摩擦声的教室里。 他的声音格外的明显,如今已经是高三下半学期,学校里的每一个学生都在卯足了尽的想要在高考的时,后取得更高的分数,这样枯燥而高压的环境之下。 大家总需要有地方来发泄自己的压力,而温良与伤书臣就成为了最好的发泄压力的途径,毕竟有什么八卦能够比得上身边人的消息。 我温言只是抬了抬眼皮,看了眼坐在讲台上,已经盯上我们的班主任,你要是不想下了课,被叫去喝茶,最好现在就闭嘴,同桌已经头埋进了自己的卷子里。 温良和伤书臣闹分手,是常有的事情,有钱的花花公子身边并不缺女人,而温良又是眼睛里绒布的沙子的人,争吵,不安,分分合合,在所难免。 我本想听完这句话,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却没想到下了课一直没来学校的温良,竟然回来了。 他没有穿校服,看上去也不是来读书的。 直接越过了自己的班级,风风火火朝着隔壁班走了去,班上的同学伺机而动,一个两个的都跟在了温良的身后,我也被同桌拉着去看热闹,刚到隔壁班的后门,就听见了女生尖锐的叫声。 你这个贱人,我让你勾引我男朋友。 教室内,温良拽着一个女生的头发,直接将她从椅子上拽了下来,同桌倒吸了一口冷气,乖乖,她现在怎么和太妹一样,看着温良耳朵上夸张的耳环,我轻笑了一声,多么轰轰烈烈的青春,被温良拽着头发的女生挣扎着,露出了自己的全脸, 是学校的校花,当初商书辰刚刚转学过来的时候,她确实追过商书辰一段时间,但商书辰对她并不感兴趣,被追逐太久的姑娘,如何能受得了这样的打击,没过多久,便主动放手了。 但看温良现在的架势,他们两个人是私底下又有了联系,温良你疯了吧,你给我松手。 校花大声尖叫着,双腿在地上一个劲地乱灯,可正在气头上的温良哪里会乖乖听话,甚至抡起她的手就要打校花巴掌,温良,住手。 身后转来商书辰的怒吼声,身旁的同学格外的有眼力架,当即给她让出了一条道路,我也被同桌拉着,混迹在了人群中央,眼看着商书辰,大步朝着温良走去,将她从校花的身边拽开,温良瞪大了眼睛看着她,眼神里闪烁着点点泪花。 商书辰,你为了她吼我?温良,你闹够了没有?我身边哪里有别的女人,不止有你一个吗?听话,别在这里丢人现眼,跟我走,我带你去买你之前看上的那个包,好不好? 嗯,商书辰说着,伸手替温良擦拭着她脸上的泪水,却被对方直接甩开了,温良一句话没说,就朝着外面跑去,商书辰紧随其后。 于是围观群众们又一次改变了阵地,所有人朝着围栏涌去,就看见外面连绵不绝的雨幕之中,温良在前面跑着,商书辰在后面追着,然后二人在大雨之中紧紧相拥。 温良推她,她不走,她捧起温良的脸亲了下去,人群惊叹声一片,直到听到风声的班主任匆忙赶来,楼下拥吻的二人被校长带走,我重新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同桌问我有何看法,我看着试卷上还没有做完的题目,回想着方才的画面,巅工巅婆,脑子有病,我靠不愧是学霸, 总结得真好,让同学们看了一场好戏的代价,就是商书辰与温良二人都被请了家长,商书辰还好说些,只是让他爸打了个电话,这件事情也就算是过去了,但轮到温良,温叔叔就非来不可。 我并不知道校长室内究竟都说了些什么,去给班主任交作业的路上,我在走廊里偶遇了温叔叔,印象里总是意气风发,只在几年前,温阿姨离世前颓废过一段时间的温叔叔, 此刻看着,却像是老了十几岁,连几倍都勾搂了下去,看到我,他像是有些无措,朝着我拘谨地笑了笑,阿琛啊,好久没见你了。 温叔叔,他笑着,看到了我手中的卷子,又是满分啊,你从小学习就好,不用父母操心,这些年,温良能一直用功读书,也是多亏了有你辅导, 温叔叔不必这么说。 温良本身就很聪明,是啊,他是很聪明,像他妈,只是这孩子现在怎么救? 温叔叔说着,那双浑浊的眼睛里弥漫上了雾气,我不知该如何安慰,只能无措地站在原地,等待着他平复自己的心情, 好在,温叔叔没有让我等太久,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轻声道,高考好好考,去北京,给你爸妈长脸。 我回过神,看着他逐渐远去的背影,一世之间,竟然难以和当年那个来接我与温良兴趣班下课的高大男人联系到一起,温良的改变,他才是最痛苦的那一个, 也许是因为那天的浪漫爱情剧演得太过头了,温良和商淑辰竟然重新开始来学校上课了,只不过说是上课,仍旧没有将注意力放在学习上罢了。 班主任格外贴心地将二人的座位直接调到了班级的最后面,一直是老师面前的宠的温良,如今也成为了他从前最鄙夷的岔声,凌晨,一直读书你不无聊吗? 放学了,和我们一起去飘车呀,商淑辰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响起,我头也未抬,没兴趣,你找别人吧,但他并没有因为我的拒绝而离开,甚至直接伸手抢走了我手指的水笔,我终于不得不抬起头来看向他, 从小养尊处优的男生脸上带着明显的傲气,商淑辰看了一眼我面前的卷子,不屑地笑了笑,学习好有什么用,你将来不还是要来我们家的公司给我打工? 凌晨,就算我是个废物,也是个从出生开始你就永远够不到的废物,他们都说你是天才,是学霸,那又如何呢? 到头来,我还是比你强,我就坐在椅子上听着商淑辰目中无人的发言,一直到我的眼神让他皱起了眉毛,什么意思? 这样看着我,没什么,就是觉得你挺可怜的,你说什么? 商淑辰伸手又要和从前一样抓住我的衣领,我却抢先一步往边上挪了挪,让他抓了个空,难道不可怜吗? 你如今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别人给你的,如果没有你爸,你这样的人,不会有任何人喜欢上你,可你仍旧沾沾自喜,看不起靠着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的人。 去问问你爸,如果公司只有他一个人,还会不会和现在一样成功,他敢说会吗? 他不敢,因为他不是你这个智障。 我看着商淑辰,因为愤怒而扭曲的脸,站起身来从他的手中拿回了自己的水笔。 商淑辰,我有胆子说,我无论到了什么地方,都有站起来的能力,你有吗? 你这样的人,废物两个字都是抬举了你。 林琛,谁他妈给你的胆子? 商淑辰的拳头用力地朝着我挥来,身旁的同学们惊呼一片,可那拳头却在即将接触到我的脸时,被我握在了手心里。 再不能前进半分,他仗红了脸,但却收不回自己的手,你看,我说了,我在抬举你,我松开手。 商淑辰因为惯性倒退了几步,恰好被赶来的温良扶住了身体,他像是找到了什么反击的地方,冷笑道,那又如何,温良喜欢的人仍旧是我。 我重新坐回了椅子上,翻越着面前的教材,他爱喜欢谁喜欢谁,和我没有关系,装什么呢? 谁不知道你之前喜欢温良,我没有喜欢过他,我抬起头,看着温良,一字一句,从来没有,我并不觉得自己这句话会给温良带去如何的影响。 但我撒了谎,我对温良是有过好感的,至少我的跆拳道,是因为温良去学的,小学那年,温良和我放学一起回家的路上,遇见了拐卖孩子的人贩子,他差一点就被抓走了,如果不是恰好有大人路过,将我们救下,我不敢想事情的后果会怎样。 自那天之后,我就让爸妈给我抱了跆拳道的课外班,因为我想要保护他,可我从来没有问过温良是否需要我的保护,现在看来,大概是不用的。 那天放学回家,我在家门口见到了温良,他涂着红唇,穿着与年纪并不符合的成熟的黑色吊带裙。 就这样看着我,有事吗?温良欲言又止的模样,声控灯在寂静之下熄灭,黑暗之中,我听到了他的声音,凌晨,你真的没有喜欢过我吗? 我站在台阶上,内心盘算着,这周末是不是应该去自习室学习,没有,怎么可能?温良的声音骤然拔高,灯光亮起的那一刻,我在他的眼中看见了惊讶, 为什么要惊讶?我绕过他从口袋里拿出了钥匙,便打算回家,语气淡漠,重要吗?还是说你在知道我喜欢过你之后,会觉得好受一点,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温良的话还没说完,楼下就传来了汽车的鸣笛声,商书晨在等你吧,快点走,别打扰了我背书,它像是有些恨铁不成当的样子,跺了跺脚。 凌晨,你为什么总是这么无趣,读书读书,你只知道读书,你除了读书还会什么?我们只有一次十八岁,你就不想看看你的十八岁能够过得有多么的灿烂吗? 卡大,大门打开了,我回过头,不解地看向他,温良,我觉得我过得很好,书里的世界未免没有你们过得灿烂,为什么你们总是觉得我在隐忍? 在委屈求全,为什么你们从没有想过,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是我选择了,过这样的人生,楼下的鸣笛声越来越急促,温良最终还是扭头离开了,我没忍住,开口问道,你有想过吗?考不上大学,你能去哪里?我有商书晨。 他的背影越走越远,融入了黑暗,可温良错了,我们能拥有的,只有我们自己,六月,剩下炎热,也是所有高三学生决议死战的时候,高考当天,我整理好自己的所有文具,一如过去的每一天一样,打开家门,爸妈,我出门了。 哎,路上注意安全,回过神,父亲站在我的身后,母亲手里还拿着一根油条,笑容温和。 加油,儿子,我重重点了点头,看向对面紧闭的大门,我曾无数次想到自己高考那天,会是如何的心情,是激动,还是不安,但无论是什么样的心情,温良总会在我的身边,可现实却是,你以为会一直陪着你的人,早就已经离开了,而激动与紧张都没有。 坐在考场上看见试卷的那一刻,我所拥有的,只有平静,如同一汪湖水一般的平静,不负青春,不负自己,高考结束,便是写实验。 昔日在班级内骂着恨着说,要早点毕业的同学们都抱在一起,眼泪汪汪,文良与商书臣,自然是没有来的,我坐在椅子上吃着饭菜,班主任却拿着两杯红酒,来到了我的身边,不由分说地递给了我一杯,都毕业了,喝点就喝点了。 他今夜喝不少人喝了酒,已经有些微醺的样子,话也格外的多。 我还记得高一刚开学那会儿,你和文良一千一后走进来,校长和我说,你俩就是这一届的清北苗子,我还在想,或,一男一女,这是小说男女主整我搬上来了。 我原本还担心,你们在高中的时候,生起什么不该有的心思,谁想到你俩就真的是埋头苦读,你不让我我不让你的,把第三名丢到了老远去,我都觉得这俩孩子怕不是读书读傻了。 原本以为,你俩会一直这样走下去,谁能想到文良那孩子走着走着,就走远了。 林琛啊,你虽然嘴巴尚不说,但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你和文良是一起长大的,看着他走上不同的路,你比所有人都难过,但老实想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有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 你可以为了他觉得惋惜,但不能怨恨他,明白吗?我知道,这是班主任想要交给我的最后一刻,看着酒杯里烟红色的液体。 我一眼而见,我知道了,谢谢老师,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起身,你悟性好,老师不怕,这红酒是苦的,盼望了很久的暑假,与过去的大部分都没什么不同,我考了驾照,做了义工,也和朋友出去旅游了。 朋友圈里最该潇洒的温良,却没了声音,高考成绩出来的那一天,意料之中的,我没有查到自己的分数,直到清北的招生办给我的爸妈打了电话。 他们才终于相信,他们的儿子考上了全国最好的大学,那一刻,当我看见他们脸上的笑容与泪水,只觉得高中每一个熬过的夜,喝过的咖啡,都是这样的不值一提,我是那一年的理科状元,校长兴高采烈地在学校里拉了横幅庆祝。 大批大批的记者上赶着来采访,我被簇拥着站在了学校门口,看着眼前乌鸦鸦的人群,里面也不乏几双清澈透亮的眼睛,让我想到了那年的温良。 记者问我,有什么话想要说,我有些愁愁,扯了扯自己的一百,我想说,青春确实只有一次,但请不要觉得,只有肆意挥霍的青春,才叫做青春。 你在书本里学到的每一个知识,笔下写好的每一个解字,都是你的青春,青春在你的身上,不在小说里,活在当下,不负自己,不负每一个挑灯夜读的时候,那就是青春。 那一刻,我的视线变得模糊,隐隐约约之间,我看见坐在书桌前勾搂着背的身影,看见了一旁堆叠起来的高高的书籍与试卷,那是从前的我,十六岁的凌晨,我做到了,我实现了你的心愿,从学校回家之后,母亲告诉我,温良的高考失利了,似乎是最后一门,考试她中途晕厥,被送去了医院。 分数大概只能进入专科,我一愣,有些恍惚,专科,我从未将这两个字和温良联系在一起过,下意识地,我拿出了手机,想要给温良发取消息,可是到临头,却不知究竟该说些什么。 商书臣压根没有参加高考,他的父亲已经替他联系好了国外的大学,那温良怎么办,那一天的深夜,我从睡梦中被吵醒,隔壁温良家传来剧烈的争吵声, 我打开灯朝着外面走去,就看见爸妈也从房间里出来了,打开门,温良家的大门没有关上,温叔叔赤着脚站在客厅里,而温良已经不见了踪影。 父亲走上前去,拍了拍温叔叔的后背,问道,老温啊,大晚上的,这是怎么了?温叔叔惨笑着,摇了摇头,那男生要和温良分手,他不管不顾地冲出去了。 这样深的夜,温良一个人在外面毕竟不安全,我在和父母说了一声之后就拿着手机出门寻找他,后来在离小区不远的一家酒吧门口, 见到了温良和商书臣,还有商书臣怀中搂着的另一个女生,我和你说得很清楚了,松手,老子完咽了可以吧,拿了钱赶紧给老子滚蛋,商书臣怒吼着,从怀中拿出了一张银行卡,直接甩在了温良的脸上,他倒在地上,看着跑车逐渐远去, 我走上前,想要将温良从地上搀扶起来,却被他甩开了手,你也是来嘲笑我的事吗? 凌晨我不用你家好心,我没有做错,至少我轰轰烈烈地爱过,我绝对不会后悔的。 看着温良颤颤颤巍巍离开的背影,我也不知道他的这句话是说给我听的,还是说给自己听的。 九月,我坐上了去往北京的飞机,上飞机前,我收到了九位联系的温良的电话,电话那头的他,声音沙哑,带着些祈求。 凌晨,我怀孕了,他在考场上晕倒一事,终于有了合理的解释,我没有停下脚步,看着外面碧蓝的天,语气惬意。 温良,你有你肆意潇洒的青春。 我有我必须抵达的未来,我想,我们从不是一路人。 说完这句话之后,我立刻挂断了电话,将温良拉入了黑名单,在北京的大学生活是充实的,我最终没有选择清华,而是进入了北大,与同学们在图书馆的时间,与老师的交谈, 还有偶尔的放松,都让我觉得生活的美好。 大学的四年时间里,我过得格外的充实,我想要继续这样的生活,所以我选择了,继续深造。 延二的那年,我听闻商家破产了,商书臣确实不是经商的料子,从国外镀金回来之后,仍旧将公司搞得一团糟,甚至还开除了好几个技术骨干。 他最终还是死在了自己最看不起的打工人的手中,后来,读完研究生后,我回到了家乡,准备自己创业,温叔叔一家已经搬走,母亲告诉我,当年的温良没有选择堕胎,而是将孩子生了下来。 他总想着自己和商书臣仍旧有重新开始的可能性,抱着这样美好的幻想,在国内死死地坚守。 温叔叔听够了闲言碎语,索性卖了房子,自己一个人搬去了乡下,又是一年胜暑,我的创业已经走上了正规,公司也开始需要扩招。 然而面试的名单上,我却看见了格外熟悉的名字,商书臣。 看见我,商书臣的脸色并不好,但仍旧在助理的提醒之下,站起身叫了我一句林总,我含笑点头,示意他作假说话。 然而面试开始不过短短两分钟,我就已经看出来商书臣满肚子的稻草,没有一点墨水,他意料之中地落选了。 看着商书臣高开的背影,助理在一旁与我嚼着舌根,听说他之前是商家的小少爷,商家破产了之后,到处碰壁,家里还有个孩子和没有文凭的老婆要养,真是事事无常啊。 原来温良还是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我喝了口茶。 继续翻阅着手中的简历,是啊,事事无常,这两个留下来吧,老板,可这两个都是应届生,没什么经验啊。 你不录用,我不录用的,他们去天上找经验嘛,人嘛,总是要给后来者撑起一把伞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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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